Ryo聊世紀 天移的龍哥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看馬力人對上中國人 這套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馬力人 馬力人的文明特色是擁有深層金礦的效果 它的挖金速度會有外加成 而且挖的黃金可以挖得再更久一點 而且攜帶的黃金數量也比一般村民更多一些些 所以馬力人後期跟中期都很適合打工兵或騎士 甚至他的寶兵也是相當適合 馬力人除此之外 他的步兵單位每個時代升級都會增加一點的遠防 這個效果如果你在打團戰 隊友有義大利的充實 這個傭兵的防禦力也會特別高 馬力人主要的後期打法是打飄漢精神 飄漢精神的話最大的特色 就是可以讓他的騎士還有這個肉馬的傷害 還有駱駝 傷害再多加一些 到了後期連肉馬都有這個14貢的傷害 非常的痛 馬力人的飛鏢 這個不是飛鏢 飛刀女獵手 是比較 算是克制對方步兵使用的單位 因為他的本身攻兵線不太強 只有二級射 所以馬力人需要用到攻兵的情況 通常會用飛刀女獵手 做一個主力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中國這個文明 那中國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 是一開始會多山村 而且中國人的這個能力 一開始是可以讓他點織布技術的 因為中國一開始會多山村 但是史無事歸離 是不能去按村民的 所以一開始有織布技術的效果關係 所以一開場呢 也會看到有一些人會打一個奇葩戰士 一開場拉一個藝術 去射掉對方的野豬啊 或者是鹿 跟瑪雅啊 那種文明很像 或是葛德之類的 但天空熊呢 這一把是沒有這樣做的 那中國人呢 還有他的特色呢 是基本上全部都能打 騎兵啊 攻兵步兵喔 基本上能打都可以 但是他後期呢 是沒有火槍的喔 也沒有火炮 所以後期的一個特製敵人的方法 手段是稍微偏少了一點 那老頭科技的部分呢 也不是到非常強 他沒有異端寫說 也沒有救贖思想 遇到生頭戰術的話 也會稍微弱了一些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地圖 目前看到地圖的部分 是瑪莉的地圖 看起來是還可以 但他的附近比較慘喔 一個在左邊 一個在右邊 兩個都是在偏正面的部分 很有可能會被控金喔 那天空熊這邊的黃金位置就很不錯 雖然果子在前面一點 而且沒有任何東西防守 但是他這邊小微的話 是不需要花太多資源去防守的 稍微小微一下就行了 那他的附近呢 有一塊在前面 有一塊在右側這個地方 還算可以喔 那瑪莉這邊 是全部都在正前方 這個就有點尷尬了 那他在中間這個地區 一定要守好 這個不守好的話 一定會爆炸 那天空熊也是喔 這邊這個附近要守住的話 前方也要插一根城堡才可以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天空熊的配置喔 他的配置呢 中國是三人挖木 然後這邊是大量的人 去吃這個肉類 羊肉乳 羊駝 還有這個鹿肉 那前方果子是 拉了三個村民去吃 那如果這邊天空熊要打工兵的話 這個時候就要拉個兩村喔 去挖金礦 那如果他這邊沒有挖金礦的話 可能是會打這個肉馬開局喔 那通常趕到三頭路的話 肉馬開局的可能性 會再更大一點喔 畢竟這個肉類獲取喔 會更多一些 所以這邊可以預見喔 天空熊是打肉馬的可能性 是偏多的 好 那這邊是先稍微補下木頭 因為木頭有點不太夠 好 這邊還要再開一個伐木場 五個人去開伐木場 然後這裡再補到五個人 好 十個 總共會有十人伐木 然後待會木頭 就會有175 就可以決定去下這個 馬舟 那這裡還沒有均銀喔 所以木頭還是有點缺 先下個均銀 可能 待會的馬舟也會被delay到一點點 30秒喔 不知道夠不夠 好像蠻極限的喔 但是對手瑪莉 這時候已經有兩棒棒過來 但是沒有來打天空熊的均銀的村民 好 直接到後方想要砍天空熊村民 這一村可能要沒了 天空熊第一村被殺掉 哇 轉出的是射箭場 但是沒有挖黃金喔 因為看到棒棒喔 就不會繼續想要打肉馬 當然也是有一些玩家喔 看到棒棒也是會繼續打這個肉馬 但天空熊呢 是決定要打這個 工兵 好 現在按了一隻毛兵 待會也要再去補個黃金喔 好 存個100木頭 待會就可以去挖黃金 去出工兵反制喔 那中國這個文明喔 也是比較適合打工兵的喔 畢竟有拇指環喔 還有這個強大的中國聯弩 工兵科技線投資之後 打這個寶兵喔 也是會比較順暢一點 這個升級流程 好 但對手瑪莉 這邊想要控住黃金 但天空熊是完全不理 直接把這個毛兵跟槍兵往前喔 變成一個敗戰艇的形狀 垃圾兵前壓 好 右邊的兩隻棒棒 還在騷擾當中 所以我們過來 去補下木頭 好 這邊入侵進去 對手兩棒棒 並沒有很好的 讓他有時間喔 把這壓力給圍起來 還是讓天空熊入侵進來了 好 那這邊打一個多線 棒棒加槍兵稍微防下 那我們頻道也常常在講 你遇到棒棒沒有轉這個 裝甲護兵升級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按大量槍兵喔 去戳他的棒棒 因為他的棒棒呢 只有四攻喔 而且他的防禦力呢 是加遠防的 並不是加近戰防禦力 所以槍兵去戳棒 其實是挺有傷害的 只要數量一多 還是能打得贏 你甚至還不需要挖黃金喔 而且也可以克制到對方的弱馬 所以天空熊這邊出槍帽 算是很OK的一個決定 並不是一個太差的選擇 那前期的槍帽前壓呢 算是一個比較難解的一個組合 大家在打這個封建時代的時候 都會打這個黃金兵喔 例如打這個弱馬啊 不然就打工兵喔 那如果對方是打工兵的話 他的毛兵也可以解決喔 那如果打弱馬的話 槍兵也能 槍兵的話也可以用這個 封兵搞定 那如果槍毛組合的話 打起來 就是 掉解的話 最簡單的方式喔 就是直接全出毛兵喔 只要打出毛兵的數量優勢 就可以打定了 那如果你的毛兵出太多的話 也會造成你上城堡時代 會被拖到的一個問題喔 所以封建時代到底要出多少的毛兵喔 也算是一種學問啦 好 這邊看到只有一隻槍兵 決定要把弱馬叫回來收掉 OK 前面的槍毛繼續往前 看到這裡 繼續壓制 但這裡有三隻槍兵喔 那就不太能使用弱馬去解掉了 那瑪麗城堡時代呢 其實也是可以打工兵的 但是到帝王時代就不太行 畢竟瑪麗人的蛙筋喔 是有這個加成效果的 所以城堡時代轉工兵 跟駱駝騎士喔 其實是蠻厲害的喔 全黃金兵組合 然後再搭配這個老頭前壓 是瑪麗的很強勢的打法 好 那天空小這邊直接鬼轉一個馬就 工兵轉馬就 然後要來出騎士了 中國騎士雖然只有重裝騎士喔 但他正常的三攻三防都有 也沒有到非常差 所以我覺得中國這個文明喔 雖然他什麼都有 但是他到了後期會比較難打一點 所以天空小的決勝時刻 可能是在30分鐘到40分鐘左右 是他勝率最高的時期 那中國這個文明呢 現在是天梯排行 比亞美尼亞人跟喬治亞人的文明喔 更弱喔 這個勝率是全文明裡面最後一名 我來看一下天空小會怎麼玩這個 勝率最後一名的文明喔 看起來天空小他這邊打法沒有太大問題 而且前方的黃金兵也不多 直接鬼轉一波騎士 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前壓 好 瑪麗這邊補下了二級伐木 駱陀加騎士 好 這邊老頭過來 找想一下 開始的反制回去 這邊轉的是頭石車 沒有轉弓兵 什麼都沒有 一樣是先出個駱駝 如何呢 瑪麗這邊打的相對被動 最主要是因為他開了城鎮中心太多了 雖然瑪麗的建築物有這個木材消耗潔面 但只有潔面十無可勝 其實沒有像不列顛那麼多多 但如果整體加起來的話 可能會比不列顛還要省 如果包含這些馬舅啊 或者是房子啊 補存器製造所 修道院 加一加的話 瑪麗這邊開3TC或4TC的壓力 其實是比不列顛更少一點點 好 修道院再補了一個神聖思想 走進去招翔 打了偏防守 天皇熊這邊臭民術開始落後了 65吋打61吋 中國這邊開局三村的優勢喔 其實只有翼村的優勢的感覺 畢竟對方也會補村民喔 所以整體 從黑暗時代到城堡時代喔 優勢大概只有領先翼村喔 而且天皇熊開局還被拿掉翼村的關係喔 所以天皇熊現在經濟優勢喔 並不是非常的好 一定要打一些 軍事方面的東西喔 給對方一點壓力喔 這個時間點喔 已經不能算是強軍事了 那天皇熊為什麼要這樣打 這主要原因是因為看到對方 都歸在家裡不出門喔 他不交流的話 你就更要去跟對方打 畢竟我們剛剛有說到 中國這個文明 到了大後期是非常不友善的 但是對於瑪莉來說 他到了越後期 他的勝率就會越高 畢竟他的黃金喔 可以挖得更久一點 或許的總量會比其他文明更多 而且後期的飄漢金手 是連落馬都可以吃到這個加成 所以沒有黃劍情況下 瑪莉出落馬 傷害也是非常的痛 每一隻的落馬 都等同於是一隻騎士的傷害 所以天皇熊可能不能拖太久 一定要在前期盡可能打出優勢來 那目前瑪莉這邊是慢慢轉出一些單位 開始要來進行防守 並沒有再單純存農 3TC 4TC繼續按村民 但是他是斷斷續續的按喔 這邊有個細節 那村民並不會一直補村民 而是看到補廟的時候 還是補了一些單位喔 駱駝啊老頭 投資車 稍微進行反制喔 那天皇熊這邊投資了 前自工程器製造所 軍營啊 事件廠都要放棄掉了 對方的老頭數量有夠多喔 來到了5隻左右 天皇熊來一波轉手為攻 補下更多的馬舊 那跟瑪莉打馬喔 其實蠻微妙的 然後說中國會有優勢嗎 其實也沒有 有優勢的反正是瑪莉喔 瑪莉的馬 比中國還要更狠 但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還沒有帝王時代 瑪莉的攻防也沒升上去 所以現在天皇熊打馬這邊要打贏的話 只能打出一個時間差 自己先升級2攻2防 或是3攻3防 然後進行大量的騎兵壓制 然後利用自己的巨型投資機給對方 這個防守或是進攻的一個需求 然後後期呢 再轉出中國連弩去防守巨型投資機 然後自己的陣地 會更利一點 畢竟瑪莉打這個工兵單位 其實並不太OK 他一定要出大量騎士 或是要轉戰毛兵 但戰毛兵也沒有三級射 打起來也是有點稍微難打 總共言之呢 大家只要遇到瑪莉的話 千萬不能跟他拼後期 一定要在30分鐘後40分鐘解決掉他 不然越後期越沒機會 那目前看到中國天空熊點下了一級的馬卡 還有這個一級射跟彈道學 看來要鬼轉一波工兵單位 但洛瑪也是有出的 但中國這邊洛瑪呢 是不能再升級上去的 是有點可惜的 他並沒有大洛瑪 就只有這個青奇兵而已 但青奇兵主要的功用 是想要抓掉這些老頭 看起來是有點難 但... 急殺掉了 轉出了一些飛刀女獵手 好二級馬卡也不像 待會應該是要抓一波洛瑪 配... 劇情投司機 跟中國聯儒的一個策略 這個搭配組合 是可以克制對方的駱駝 中國聯儒打駱駝兵 那洛瑪呢 去克制對方的老頭 或著是去抓對方的村民啊 好多現操作 工程器也都OK 但是這個工坊 還是要升級一下比較好 哇... 直接被射爆 這邊看到瑪莉轉出了飛刀女獵手 那看到瑪莉打飛刀女獵手的時候 你只要轉出弓兵單 應對就問題不大了 那如果天空雄轉出大量中國聯儒 會讓瑪莉人非常難打 一定要點下地龍時代的飄漢精神 大量騎士包夾一波 才有可能打得贏喔 那如果對方轉出大量馬的話 欸真的轉馬了 轉重裝騎士囉 那轉出大量重裝騎士的話 天空雄的話 可能要轉出大量槍兵喔 甚至老頭啊 或是重裝駱駝 進行反制 那我個人認為 遇到瑪莉的情況下 都去轉駱駝 其實有點 偏難打 畢竟人家駱駝的傷害會比你高 這邊天空雄轉槍兵喔 或是老頭會更好一點 而且老頭的話還有主動權 雖然沒有救出思想 但是後期的印刷技術 神權政治 歧視思想 該有的招牆科技都是有的 招駱駝是... 蠻好用的 就是這樣子 好 找到了一隻駱駝 這邊用巨型投石機 跟中國連弩進行前壓 左邊洛馬後面去進行攻擊 但是... 欸這裡有個洞 洛馬好像... 沒有看到 直接往後拉走 沒有要練戰 好 那瑪莉這邊的三級馬卡已經要好了 天空雄這邊中國連弩數量還不夠多 可能要先把一些經濟補起來 唉唷 但是這邊鬼轉波駱駝 預判大錯誤 天空雄這邊決定是要打駱駝 而不是打這個槍兵 中國連弩數量還不是很多 那駱駝這裡不太好的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地方是因為 飛刀努力的時候 打這個騎兵單位 是... 基本上都是可以秒殺的 數量夠多的話 而且駱駝的本身防護率也不高 打這個飛刀努力的獵手 額外增上也不太有用處 當然駱駝的優點就是 集中性好 防守更迅速一些 但這個組合很難打喔 飛刀... 傷害極高 直接擊回一隻駱駝就秒殺掉了 但飛刀努力的缺點就是血少 小頭拉過來 招想一下騎士 哇 這邊瑪麗好像送光囉 我覺得這波瑪麗打得有點下水餃 怪怪的 當然也是因為天鋒熊 這邊弱駝出的不錯 但前面出現防守漏洞 這個巨型投資機可能要被收光 那沒有關係喔 吃掉這一坨飛刀努力的手 更賺一些 很補的 中國連弩現在有三級射了 化學還沒有補 三級弓也補下了 瑪麗這邊準備要來鬼轉步兵 超高遠防的劍兵勇士 有料嗎 好 駱駝前壓 瑪麗這邊沒有打算要去打騎兵喔 有點可惜 騎兵出了一些 挑戰機師還沒有點喔 7加2傷害 好 那天鋒熊這邊經濟已經起來了 132吋對上128吋 軍事上面還是中國這邊有優勢 遊戲時間來到40分鐘 然後這個時間點 算是中國跟瑪麗的一個轉折點 本來這個時候是中國比較強大的時期 那瑪麗這邊還沒有把所有的科技點上 算是已經放棄了打這個騎兵路線 那如果放棄打騎兵路線的話 就只能轉大量的劍兵勇士喔 進行反擊 好這邊稍微 加快一下 這邊有一些肉碼 繞過我左邊擊殺到一些村民 劍兵有事直接up上去 把所有資源投資在步兵上 而不是騎兵 瑪麗這一波打得 有點微妙 放棄馬的瑪麗 會有未來嗎 這我認為是有點難打 通常打瑪麗就是要點飄漢精神 後來要幹嘛 對不對 打這個步兵 還不一定打得贏中國聯弩 中國聯弩的箭矢數量這麼多 你即使是高遠防 你的遠防可能是1加 大概是8 1加7喔 對1加7 8點防禦喔 你8點防禦對上中國聯弩喔 他第一發是8加4喔 所以第一下會打到4滴血 但後面的箭矢量太多的關係喔 雖然後面箭矢的傷害都是1滴血喔 但只要數量夠多 還是可以進行拉打 像這樣子 三防二攻的劍兵勇士 有防發 但是吃到城堡傷還是有點痛 而且這邊是雙堡 劍兵勇士直接往前前壓 跟聯弩拉到了高地 進行反擊 聯弩現在防禦力 開始慢慢提上去 但防禦力不是重點喔 重點是前面的這些肉馬 能夠扛住嗎 當然我覺得有兩根堡 應該沒問題 瑪莉這邊進攻 並沒有帶任何的巨型投石機 所以這一波喔 他這一波 劍兵勇士喔 劍兵勇士喔 劍兵勇士是白給了 因為其實他往前衝 最主要是要來爭取實踐 讓後面巨型投石機 可以慢慢拆除 結果巨型投石機 沒架起來喔 就先衝我第一波 但這一波也可能 用意是要想要讓天空熊 後退一點 不要讓他的弓兵一直往前壓 好 真投石機 能夠修回來嗎 這邊天空熊爆了非常多肉馬 應該是能拆得掉 劍兵勇士 所以天空熊 這邊也可以轉出弓炮 進行 攻擊對方的大量步兵喔 弓炮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天空熊現在是有高低優勢喔 這根寶給的防守效果非常好 這邊轉出了一些駱駝 想要來防對方的弱馬 那對方弱馬也點下了飄漢精神7加7 攻擊力14的輕騎兵 然後這邊輕騎兵的操作細節喔 是要來攻擊後防中火連弩 但劍兵勇士呢 主要是來打破前面大量的弱駝 有機會打中火連弩的話也是可以打一下的 好 瑪莉這一波打法是非常消耗的 好 輕騎兵上高地 想要高打第一直接收掉 巨型投石機有機會嗎 差一刀沒有收掉 天空熊這邊防守效果非常好 海拉的聰明過來修一下巨型投石機 防禦軍機投石機開始攻擊這根城堡 這根城堡好像蓋不起來 直接打出了巨峻 天空熊這邊天空熊 哇 57隻單位啊 中國連弩實在太猛了 射掉了非常多的步兵喔 還以為瑪莉這邊會繼續跟天空熊打個消耗戰喔 但天空熊這邊打法也是相當省黃金的 出了大量肉馬當作肉盾喔 後面有非常多的弓箭手 進行主要輸出喔 果然啊 這個AD喔 還是要坦克在前面坦喔 AD才可以進行的輸出喔 只要沒有前排的話 AD還是不能瘋狂輸出的 這點大家應該也是很清楚了 那瑪莉這邊呢 反而是全部都坦克喔 坦克加上鬥士 這個 肉馬加上劍兵友士喔 完全沒有後排阿 那瑪莉的後排呢 確實要成型是很困難的 可能要轉飛到女獵手 就是轉火槍之類的 但火槍單位呢 又會被強奴給克制 轉出強奴的話也有拇指環 但是沒有三級射喔 還是很容易被中國靈奴給射回去 整體的一樣喔 瑪莉對抗公兵國的話 還是要靠騎兵為主 會比較適合一點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天空熊拿到六萬資源 瑪莉這邊是五萬九 兩邊經濟真的是差不多喔 那黃金方面呢 則是天空熊挖了非常多 一萬三 整整多了五千黃金喔 那這一場 我覺得 附金的問題喔 其實不大的喔 好我覺得出兵方面 還是更重要一點 如果瑪莉這邊轉的是 重裝騎士配駱駝的話 不要轉這個 劍兵勇士 可能效果會更好一點喔 大量重裝騎士喔 然後駱駝可以正面應戰對方的 中國的重光駱駝也能打得贏喔 背景瑪莉的駱駝呢 是7加714點 那KD方面我們來看一下 KD方面是有天空熊拿到1.37 瑪莉拿到0.73喔 差了快0.5的KD喔 那戰鬥比賽的重點呢 應該是在於瑪莉喔 沒有轉出大量的騎兵喔 駱駝加重裝騎士喔 肯定是能解掉這一屯 如果再細節一點的話 轉一些老頭啊 或飛刀女獵手 在外面進行打擊中國的駱駝 讓中國的黃金燒更快一點 就可以打出黃金差距喔 優勢會傾向於瑪莉這邊喔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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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